你現在還是很想吐嗎? 有 你呢? 我也是 剛剛聞到那個味道 超級想吐 那我先關掉 大家好 我是網購 很多網友投稿 朋友看到了一些新聞事件 發現說有一個APP 使多諾蒂卡 它可以讀取人心中的意念 想到詭異的地方 就帶你到詭異的地方 你也可以想說 我要去一個很陽光的地方 它就會帶你到海灘 有一群學生造成那個APP的地點 發現有一個行李箱 一個行李箱裡面裝著屍體 我們就是要挑戰這個APP 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就是 文化大學千萬不要來到的地方 榮樹下 傳說中這個榮樹 上吊過一個人 形成了一個巨型之地 就不多說 直接從這個地方開始 想一個意念 請它帶我們到那個地方去 我們現在打開 Rendonautica這個城市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創建位置吧 帶我們去一個 吃東西的地方 我們都有點餓 我們一起景氣 就像圓雞蛋一樣 吃下 我要去好吃的地方 認真的遵從它 好 1 3 2 好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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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它帶我們到達一個地方 我們現在直接過去 看那邊 有沒有好吃的地方 Follow me 好吃的地方 會不會是左邊這一些 那我等一下都可以請你吃的 會很遠嗎 8分鐘 好 走吧 我們是不是想錯了 是不是應該要想說 有好吃東西的地方 吃土也算好吃嗎 就是找這種陽明山 它不管怎麼帶你 它就會帶你到 深山 我以為它剛會 帶我們到外面那邊 比較適合那種地方 結果它帶我們到一個 更往裡面去 真的耶 哇 欸 好多吃的耶 而且又有這麼大的樹下 會不會是指引我們到什麼地方 走走走 我們去看看吧 這個劇情 有一點跟我那個 靈動心樂園 劇情有很像 去餐廳找東西 真的耶 到了 到了 還好 你知道為什麼還好嗎 為什麼 大樹下在下面 看到路標 看起來很像樹林 我們去下面看看 到底有沒有好吃的東西 會不會這裡其實有藏什麼 就是一百萬啊 還是兩百萬 等我們去撿 再用這些錢去吃好吃的東西 有可能耶 那看起來是 不出我意外 我覺得城市型這種東西 炫耀居多 那我們既然知道這麼深深樹林 我們就找下一個點吧 下一個點 我們應該要秉持我們 拍片的傳統 好喝的東西 我就換一個好了 不如我們就直接來想一個 不存在的地方 我們摸點死刺 不存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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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的 好 我們看一起來 故宮美粉 反而要去屏東 哇 震驚是因為 這次感覺它是來真的 有一點恐怖 他說39分鐘就算了 這個地方 你是到不了的耶 照理事情從台北市 要跨越到新北市 我覺得彼此我們 做都市傳說全知吧 精神 我們現在要直接出發去那個地方 能下去的話我們就下去 不能下去的話 你下去 我下去 對 直接出發那個地方吧 39分鐘 搞不好它其實不是要我們 到達真正的那個點 陪他號 奴姓高 我們現在到了 產業道路 我聽說產業道路 是不是都是最陰的那種地方 因為平常不會有人去啊 對 產業道路是平常是不會有人去的 哇 沒有服務耶 沒有服務 我們只能照著走 我特地看這地方是 產業道路的最末端 我覺得超猛的 我是滿期待 對 應該 都沒辦法下去 太陡 太陡 讓我有點危險 我們現在到了一個 下不去的地方 這條路 簡單講 車子是到不了的 對 這只能開這個大路 我們剛剛走那個小路 我們下去看看 後面到底是什麼 它後面就是 這樣子的路 然後車子就進不來 竹林 旁邊那裡好像有間廟對不對 對 紅狗我覺得有點不舒服 怎麼說 暈暈的 那還是 我們就到這邊 好啊 因為再走下去的話 漫無目的 我們剛剛開了 三十幾分鐘的山路 到這裡來 我是覺得 路上都沒有車 沒有人 產業道路是最陰的地方 然後加上 你不太舒服 不知道到底是運車還是什麼 但是保險旗艦 我們就先測吧 回去 會發生什麼事 你有沒有聞到一個味道 有 這什麼味道 不知道 現在是我們蘭多諾蒂卡的第二天 要找好吃的東西 我們就來到這裡 昨天我們上到那個地方之後 帶死有感覺不舒服 我們想說先離開 既然昨天沒有成功的過去的話 我們要再次從好吃的地方去尋找不存在的地方 看他給我們怎麼樣的點 我們有始有終 吃晚飯就出發吧 好吃的地方 我們已經自動自發的去吃了 那現在我們也要自動自發的去尋找不存在的地方 剛剛吃飯的時候也有直播 跟大家聊個天 打開人多諾蒂卡 準備開始喔 異常現象 開始明講 不存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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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發現意圖 驅動異常 類型空洞 真的是不存在的地方 你知道他給我們哪裡嗎 哪裡 蛤 海上 對 他給我們海上 應該是存在但是到不了 不然就是到了之後我們就不存在這樣 出發去這個地方吧 GO 欸好像到了欸 是喔 對 給我去看一下 這是什麼 這是哪裡啊 這哪裡啊 哇 好黑喔 哇 對啊我開遠燈我們就好看 都沒有路燈欸 對啊 這裡就可以了 不要突然出現一個人之外其他什麼都好 同意 這哪裡啊 什麼地方啊 我們到了嗎 沒有 我們到了 你在搖嗎 欸 去去去去 我們到了嗎 不要這個點 因為前面已經沒有辦法再下去了 對 前面應該就是海了 對 他感覺是要我們開過去 如果開過去的話 他真的就跳海了 這部影片就出來了 裡面有一個 有看到紅色的東西 我們去看看吧 好走 我們過去看看那個 紅色的表現什麼東西 綁蜘蛛網 哎呀蜘蛛網 欸 Dice 他這個 像是一塊布耶 然後他綁在這裡 對我們發現這塊很奇怪的布 但是我們不知道他是幹嘛用的 我們就在這邊結束吧 蘭東東尼卡 我們趕快測 因為我看到一堆蟲 我們先回去再講 再講 再講 講在這邊拍結尾是你 然後講測的是你 從來進來 笑死了 各位 各位我們從蘭東諾底卡這邊回來了 這次我們探險使用這個AV 一天是帶我們到一個 懸崖旁邊 後來又帶我們到一個 很山上街 第二天又帶我們到一個 太旁邊 就我自己來用這個蘭東諾底卡 感覺他就是很容易 會把你導向 人間欺少 比較難抵達的 就我個人目前 我們現在在做遊戲 程式這種東西而言 其實他是不太可能 光靠你的意念 就可以去改變他的參數 所以這個AV我覺得 大多都只是 應該就是好玩吧 大家也知道我現在做這個遊戲 創作吧 YouTuber 已經快要上線了嘛 我想說蘭東諾底卡 既然它也是一個APP 不如我們就打個我們遊戲公說 是寫程式的製作人 問問看他說 蘭東諾底卡到底是不是跟我想的 那樣子一樣 就只是一個 不太可能的存在 大家好 我想問你一下 先去拍一個APP的獨自傳說 叫做蘭東諾底卡 只要你想一個意念 它就可以灌輸到那個手機上 它就會生成出一個 你意念產生出來的地點 直進去那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有可能的吧 它這個開始可以登錄嗎 它不能登錄 不太可能的 因為如果沒有登錄的話 它沒有辦法拿到你的資料 這個意念傳輸的部分 好像不太可能實現 然後它可能在你周圍 隨便拆一個位置 可以用的data去計算 很多人選擇 他覺得對的地方 然後就推進 比較容易中的地方可以 滿好奇有沒有人玩 或是APP 如果有的話 歡迎把你們的經歷分享給我 對那至於呢 我們第一天說的 那很奇怪的味道 那個我真的不知道 不行喔 就是一股泥土滾雜的 雨水的臭味 加上一點肉 下山的路上 我們兩個就是非常的不舒服 我覺得 有滿大的可能 也是因為暈車 對那其他就沒有什麼事情啊 已經都非常正常 也沒有遇到像他們 MV上面那麼誇張的事情 OK那我們今天 讀傳說以前就要知道 很多喜歡我的頻道 的話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大家收看Google 那我們下次見 Bye 來吧